還有一首...一首我創作還沒有唱 叫...叫情書 叫張學友的...不是啊 如果你真的會唱的話 這邊應該有很多人會唱 因為我也會唱 你會唱嗎? 我不會啦 太久了吧 你不要開這個梗 大家會很期待 我很期待 真的嗎?你會唱張學友的歌嗎? 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... 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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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.. 不可惜愛 不是吉的眼淚激風經收 哦...這樣的話 或許有點殘酷 任戴著下手 給幸福的人 打打打打... 左右寒寒幸福 邰...喰... 屁 太高了 對不起我不能唱 我們唱你的好了 他這首情書就是很簡單 他從夏天開始算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 然後有一個人他就按著四季 就寄出了他的信 但是信不回來是一件好事嗎 是一件不好的事嗎 如果信回來了是一件好事嗎 還是又是一件不好的事嗎 他就一直這樣想 喔好你可以唱 我發現你講故事的時候 就是我都會莫名的就是想要幫你那個 就是切斷他 然後讓你直接唱歌耶 因為我就立刻很無聊這樣 你剛剛應該直接講說這首歌是那個 就是你最容易把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唱錯的一首 的確是 因為他不是按照春夏秋冬 他是夏 夏秋冬春 你看為什麼從夏天開始就不會算 夏秋冬春 對 我現在先幫你複習一次 等一下大家聽如果他先上春天 他如果先上春天代表他真的唱錯字 對 請坐好長喔 去 秋天到晚 去的 秋天到遠方去的 希望會回來嗎 你是唯一 知道答案的人 冬天到遠方去的 冬天到遠方去的 希望會回來嗎 啊 春天到遠方去的 春天到遠方去的 是希望會回來嗎 啊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往返之中 我竟然不知道 希望的來臨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往返之中 我竟然不知道 希望的來臨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往返之中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往返之中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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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可見 雲雪與四季 溫暖的往返之中 雲雪與四季 冷暖的往返之中 我竟然不知道希望的来临 我竟然不知道希望的来临 我竟然不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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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竟然不知道